欢迎继续收听长篇都市言情的小说剧《重生八龄,媳妇有点辣》 主要播音,速速清扬,君言讲故事 喜欢本故事记得订阅和关注,感谢您的收听 第1564集 周大傻脑子进水是肯定的,但他还要脸皮 欠债还钱,天经利益,倒真没想过赖账 他要真是把钱看得比什么都重要,也不会栽到袁翰的陷阱里了 袁翰一直都没什么钱 等他和袁翰结婚,周文邦和蒋红没给他压箱嫁妆钱 周一自己也懵懵懂懂的,没为了这些事计较过 他就是坑爹,谁和他亲近就会不自觉被他坑了 在外对朋友和同事,人情交际上是没毛病的 夏小兰问他啥时候还钱 周一没有恼羞成怒,他还真的在想办法 而想出来的办法就是打工赚钱来还 这其实是很有诚意的办法 夏小兰爽快点头 行,这钱我借你了 周一姐说话我还是信得过的 就是不知道你能不能吃得了打黑工的苦 哦,还有件事 你要是因为打工耽误了学习,我就成为罪人了 一旦发生这种情况,我只能把你掉钱的事告诉周大伯他们 要不你再考虑考虑,现在就向周大伯他们坦白 夏小兰鼓励周一坦白 周一使劲摇头,他心虚着呢 被抢的事怎么发生的 不管是夏小兰还是周文邦 都叮嘱过他晚上不要出门 是他自己和周一约着见面太得瑟 周一本来就耗面子 还有差点被侵犯的事,打死都不敢让别人知道 这个别人,包括语言学校的同学和老师 包括夏小兰,甚至包括他的父母 我自己想好了,你别告诉他们 我靠自己打工,来填上这窟窿 之前讲红的话,周一多少也听了进去 想一想送他出国家里要花多少钱 周一自己也算了解美国的物价了 算了算真是吓了一跳 他被抢走的钱换成华币 以官方汇率算,都是他爸一年的工资了 要是按黑市上的兑换比例 得是他爸妈两人一年的工资奖金都加起来 周一越发不敢说了 眼下找夏小兰借钱 自己慢慢把这个缺口填上 才是最好的选择 周一态度坚决 夏小兰就等着他受磨难呢 哪会继续再劝呢 很干脆签了一张一千美元的支票给他 拿着吧 这回去银行兑现后 马上存账户里 这回可千万别弄丢了 周一脸一红 被饿了三天 他可吃够了教训 哪里还敢把钱兑出来都带身上啊 自然要存银行里 其实八百美元也够了 算了 借你个整数吧 说不上什么时候要用钱 这回我是在纽约才能很快过来 下次再有这种情况 那可说不好 下次再有这种情况 不用夏小兰说 周一自己就想死 借一千美元也行 下次John再来纽约出差 他就把对方借自己的一百美元还回去 欠夏小兰一个人的 总比到处欠钱好 小兰 谢谢你借钱给我 你等一等啊 周一从包里翻出作业板 四模四样的给夏小兰打了个欠条 他也不知道自己能找到啥薪酬的工作 想来在华国能赚一百花币的 美国啥东西都贵 工资也得翻个十倍吧 那就是一百多美元 太少了 周一给自己定下一个月赚三百美元的目标 借条上写着 金欠夏小兰一千美元整 约定十月二十五日以前偿还等字样 周一给自己留了三个月的周转期 夏小兰也没说不要 周一这样干才是正常的 对了 你说你钱刚到学校就丢了 那这些天都怎么过的 夏小兰一直想弄懂这问题 把借条收下就问了 周一扭捏半天 是飞机上认识的转 借了一百美元给我 他人真的很好 是啊 人真的很好 找人把你抢了 再借钱给你 这操作真是骚气 那俩混混还差点把周一给强奸了 再柔弱老实的女同志 一旦黑化了 钱里都难以估量 叶小琼绝对还会出现 夏小兰颇为同情地看了周一一眼 周一被她的眼神看得心里毛毛的 我真的不赖账 打工赚到钱 第一时间就还你 你别告诉我爸妈 也别告诉周成 啊 还有语言学校这边 我保证 我一定要好好学 这些天 她也有去上课的 主要还是贵 在美国待的每一天 吃喝拉撒 都要花掉真金白银的美元 再算上学费和住宿费 她每天在美国用掉的钱 不说是她爸一个月的工资吧 起码也是蒋红一个月的工资 周文邦坚持自费送周一出国 还算耗准了周一的卖 真要花国家的钱 周一肯定不会这样心疼 夏小兰点头 嗯 你找工作的事 向语言学校的同学打听一下吧 请愿工资给少点 也要去安全可靠的地方 老板没信誉 不给结算工资是小事 人生安全得不到保障 才是得不偿失 周一姐 那就祝你一切顺利了 周一是连女儿都生了的人 但她前些年太废差 直到现在才如同一个 盘山学步的婴儿 跌跌撞撞的要自己适应国外生活 周一辛苦 比她辛苦的留学生太多了 等周一去打黑工了 才知道原本在国内的单位多好 多好的先天条件啊 不努力上进 在美国打黑工的 别提什么福利待遇了 老板基本上把打黑工的学生 当奴隶在压榨 夏学兰等着周一 被美国黑心老板教做人 借了一千美元给周一 第二天照常要去GMP上班 马修凑上来 语气夸张 原来二十四号是你的生日 难怪请假一天 你是不是有生日派对 怎么没有邀请我呢 夏学兰奇怪的 你怎么知道 马修指了指她的办公室 你进去就知道了 夏学兰的办公室里 堆着花束和礼物 花是唐元月送的 祝夏学兰生日快乐 希望她早日学成归国 唐元月大概是学聪明了 课卡上总算没写 让彼此尴尬的话 正经的不能再正经 还有个盒子是杜兆辉送的 夏学兰拆开一看 居然是一套新的制图工具 杜兆辉的脑洞 杜兆辉的脑洞 居然TM的正常了 夏学兰其实都怕拆开盒子 里面装的全是美金 如此朴素还实用的礼物 一点都不符合杜大少的身份 是美金 夏学兰肯定不能要的 是制图工具的话 夏学兰拿出来上手比划一下 他们要挺身手 杜兆辉的正常 不就是最大的诡异吗